爱哭鬼这个学生到底该怎么溜 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你要夺火 那么开局的话我们选择这个点位 这个点位真的是非常的糟鬼 而且非常容易被架住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糟鬼的原因 那么越有危险 那么就越有挑战性 这把给大家看来咱们心理学家 溜爱哭鬼 整体来讲的话就全靠一个基本功 然后的话硬给十一刀 这把的话我可没有利用医院 我可能是绕外圈 不过这把的话说实话绕医院的话 可能能溜更久一点 但是的话还是安全起见 谨慎进医院 因为怕干扰队友电机 或者说换锥 那么我们的素材可就没有了 投铁哥 不让我们走 要不要拉盲火 这里有个拉中 在里头 这有个加速带 咱们走外头 这把不知道怎么进医院 这把飞轮 点位太酷了 咱们走外头 炒这里过火 哎呦三個火擦 這個火擦也3台7% 加滿就吧 哦不對 吃兩個火 他擦眼 哎 你沒躲掉 另外有小凱想做主要厲害的話 可以看一下關課程哦 裡面有全人類的一個系教學 還有地圖轉點針對所有境外的一個系教學史 這不死 飛行家呢這80不夠 而且八九十 眼睛插过的 得赶快来 飞轮好了 这不应该是往里面塞死一死 或者直接往里面走就行了 把这树拔了 直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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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直接开呀 太慢了 走开呀 太慢了 给他翻多少遍 没大心脏 40 他可能那啥 有低效 80 还没有技能的 够了